小黑 男嘉宾您好 其实从刚才 就是很多人跟您聊旅行 然后包括赛道 您刚才谈感情经历 也听到了 就是您比较执着 他比较随遇而安 还有包括您旅行的各种计划 您是不是一个 凡事做之前 都要计划好的那种人 该去的景点 我也会去 小街小巷呀 我觉得也是 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更想去 体会一个国家 大家体会这个城市 当地的风土人情 不要有计划 职业就是Citywalk 因为只有那样 你才能够知道 最真实的 这座城市的烟火器 是什么样的 旅行当中如果有分歧呢 因为其实两个人旅行 很多地方都容易有分歧 您是不是那种 会去说服对方 去赞同您 还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处理 不一定是我去说服对方 也可以让对方来说服我 如果他能够成功 把我说服的话 那我听他的也行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